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朋友,欢迎来到每日学一次时间 今天我们会学个祖字 首先,我们看看祖字和图画 祖是指太阳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指由你早上起床,到你吃下午饭这段时间 学完祖字的意思,现在就等我一起学一下如何写祖字 我们一起看看祖字的结构和不信 学完祖字的写法 好了,现在就等我一起学一下祖字的配词 第一个配词 早上 早上 早上和早晨都有同样的意思 都是指每天天亮至八九点之间的时间 最后一个我们要学个配词 早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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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餐又叫早点或者早饭 是只是在早上享用的餐 一般集中在早上六点钟至八点钟吃的 世界各地的早餐食品都会有不同 通常有蛋,腸仔,面包,或者粥等等 除了食物之外,还会有饮品 例如牛奶,咖啡,或者果汁 你又喜欢吃什么早餐呢? 你又喜欢吃什么早餐呢? 学完祖字的配词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用一下祖字来做句子 第一句 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跑步 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跑步 第二句 我吃了美味的早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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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句 我喜欢中式早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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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一句句 早晨的空气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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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 在蝸牛的身上写着一个字 你可不可以配对它正确的图画? 你可不可以配对它正确的图画? 正确是个早字 早 好 第二条 第二条 是蝸牛身上的字 是关于什么呢? 请你选出正确的图画 正确是海滩 海滩 海滩 最后一个游戏 海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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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各位视频友,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欢迎留言、like和share我们的短片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!